這支主要是在講說 我用10R一個月的確認 這是我十年來第一次換iPhone 還是有些小不習慣 第五修圖的時候 不能直接從相簿換選項 直接拉到美圖修修圖 再來一個缺點 非常有趣 我之前用XDP的時候 可以用Zim悠遊卡去刷 也可以用月票 非常方便 因為每天出門你要找悠遊卡 非常的麻煩 然後都摸細摸 而且你常常因為昨天回到家很累了 直接脫褲子 結果悠遊卡在人家褲子上面 隔天要換褲子的時候 欸你都忘記昨天穿什麼 就要一直找一找 非常浪費時間 而且又怕它不見 這一點就是 iPhone跟台灣YOKA公司的問題 不是iPhone自己的問題 因為iPhone其實已經支援很多國家 像日本的啊 中國它都有支援 又圍堵台灣的YOKA還沒有支援 它還有一個缺點就是 靜音模式的時候 腦中不會搶 這點我非常的煩 因為我睡覺的時候 不喜歡關網路 關網路之後 早上一開一對通知 跳出來我就覺得非常的煩 像我這次以前的手機 是可以靜音模式 還是會強制打開 不知道它就是軟體的部分 還是怎樣 就是一個優點 這次就沒辦法 啊對還有一個缺點 還有一個缺點 非常重要 這次放高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去買 spot 可以幫你 因為iOS系統是一個封閉的模式 所以你可能拉MP3等等 除非越獄之外 如果你沒越獄的話 你就必須連上電腦 再拉到iTunes裡面 然後再拉過去 非常的麻煩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替代方案 就是這個了 要打開這個 放一首歌之後 再把它跳回來 它就會暫停音樂 你就要在上面的狀態板 裡面拉下來 再按播放 這個非常的 脫故事放屁 因為以前音樂一打開 就好好的在費子放就好啦 還要這樣子打開放歌 再播下來 再按一次播放 非常的麻煩 想要什麼缺點啊 還有一個就是 跟高通 晶片上有一些溝通問題 所以 它使用的是通訊比較差的晶片 是Intel的 通通速度不會那麼快 可是目前來說 台灣也不會那麼快上5G啦 所以我覺得這還好 反正手機就是一個 就是什麼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欸 啊 手機就是這個消耗品 反正兩三年之後 用久了就可以換了啊 那時候5G也不一定可以在台灣通用吧 目前來說 我非常滿意 我是一個Sony的中式粉絲 現在 也換iPhone了 喜歡我的影片就幫我按喜歡 不知道稍微出去喔 就是iPhoneXR的介紹 跟分享心得 我剛剛洗澡完 在洗澡的時候就想到一些額外補充的缺點 解決你所有的問題 我剛剛想到的缺點 有一個 每天都會遇到 這個問題還滿尷尬的 就是它的電源鍵 它的音量鍵在通過高度 按起來感覺一模一樣 所以常常就是 不必要聽就會按錯 或是解脫 可能你手這樣拿著 在打開的時候 就不小心按到上鍵 它就解脫了 有時候聽歌 可能要關小聲 關大聲 這樣子就會忘記左右邊這樣 就會開始亂看 然後就開始莫名其妙 對 莫名其妙 就打開這個 超煩的 再來就是 還有一個缺點 大家應該也知道 它的充電 有給PD的協議 原廠卻不付給消費者 PD協議的充電 只是給以前5W的充電器 現在手機電子越做越大 目前還是給5W 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都過了那麼久了 知道清庫什麼 再來一個缺點 是我在POWER上爬到的 可是目前我還沒遇到 為什麼要說 因為它算不只一兩個人 發生這些事情 這下1D很好用 可是它好像感測器 非常脆弱 很容易壞掉 用到大量水 或是泥土等等 就會壞 保回修費 沒有駕不便宜 大家不要想說 iPhone X 大家基本上要有 兄弟姊妹 欸對 兄弟姊妹呢 防水就可以大量的去洗它 防水是以備不施之需 防萬一而已 你不要刻意去 偷來去洗它 如果有一台車防水狀 你會想去試狀看看嗎 啊好辛酸喔 這顆 可以叫一下 咦 我可以叫到嗎 欸有了有了有了 終於玩到網美的手勢 以前用手機拍到東西 我這樣素顏好嗎 這樣素顏拍影片 你不要介意 你不要記我 Bey 我來 Sci話